當紅人氣偶像陳妍希最新電視作品 記得我們有約就在中天電視 10月1日起每週六晚上10點 中天綜合台 記得我們有約 好再回到昨天這場總統大選的辯論 國民黨總統參選馬英九 跟民進黨總統參選蔡英文 可以說全場炮火四射刀光劍影 但是其實很多人觀察到 兩個人碰觸到所謂宋楚瑜議題的時候 默契十足修兵放下兵器 有點尊宋的異味 也擦出一個老宋唯一表述的火花 表面上馬英九跟蔡英文是尊宋 但是有人也觀察到 骨子裡似乎是免禮珍 想要瓜分宋楚瑜的選票 但宋楚瑜也不是省油的燈 因為她自己是盤算 利用兩場辯論賽 積小勝為大勝 企圖縮小落後馬賽的差距 請馬英九先生提問 時間是一分鐘 蔡主席 你也主張土地正義 所以說你也支持農地農用 可是當你的副手 蓋了一個豪華農舍 你從頭到尾不發抑鬱 不分區名單 要提名一些沒有色案的人 有這麼困難嗎 剛剛這個問題 好像不是問我的 常商唯一笑聲是宋楚瑜自嘲 大選辯論不在炮火中央 明明該是拳槍蛇陣 卻是馬賽伯火 獨隊 宋 尊敬萬分 剛才宋主席特別提到 是不是能夠透過ECFA 來跟其他國家加強經貿關係 這個建議非常正確 因為宋主席說得不錯 我們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 幾度拿宋主義說法自我肯定 兩個半小時的辯論 馬總統炮口對準蔡英文 對投出泛藍的宋主義 沒有口俗惡言 蔡英文也借宋來打馬 剛才宋主席也講 凝聚共識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馬賽集中火力 對宋真敬也是冷處理 追選台北 綜合報導